好,我们看一下怎么样求旋转体的体积 我们首先是用的切片法 什么是切片法 那么这个是坐标 如果y等于fx 然后x等于a x等于b x等于a,x等于b,还有x 所回生的这个图形 然后一绕x轴旋转 好,绕x轴旋转,我们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旋转体 那我们怎么样去求它的 求它的体积 这样的一个旋转体,我们去求它的体积 那这个体积,我们就像我们切萝卜一样 所以叫切片法 我们从这里切一刀下去 我们看它的面积是多少 我们来看它的面积是多少 然后我们再切一刀,把它切一片下来 那么这一小片,我们可以近似的用圆柱体去近似 那么把所有的这些小片片的体积加起来 就是我们旋转体的体积 这就是切片法 我们切了一片下来 那我们先看 这个 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一块,这一小片就怎么算出来 那么这一小片的体积 我们可以近似的 要怎么样去近似 我们假如说 我们假如说这个切的这个薄片 这个厚度是delta x 这是厚度 那么我们 就要看一下这个底面积 这一切出来的这个很简面的面积 再乘上这个厚度 就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这一小片的这个 体积 就近似的可以用圆柱体 那么 这一小片的体 这它的节面积怎么算呀 因为它 你在任何一个节面 任何一个节面 它都是一个圆 而圆 它的面积是π乘上r平方 那么我们是π 那么r怎么算 r就是这 fx在这的高度吗 就是这个这个高度吗 正好在这个点 那我们那我们切的够小 我们当然可以选任何一点作为它的高度 所以我们乘上π x i 星 这是高度 是就是它的半径 π乘上半径的平方 再乘上我们的厚度 就是一个圆柱体的体积 那么这一小片的圆柱体 就切下 切了这么一片 然后把所有的这些小片加起来 就是我们的总的体积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近似 2乘1到n 就是π fx i 星的平方 再乘上delta xi 那我们当delta x 趋近于0的时候 当然deltax是最大的那一块delta xi 所以deltax趋近于0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得到v就是它的精确值 这个近似值就是精确值 i从1到n 这是π fx i星的平方 再乘上deltax i 我们看又是极限 求和 求和 那就是一个定积分 从a到b π fx的平方 dx 好 那么这里我们说的是 这个平面图形是y等于fx 那么这个v 这里的图形是平面的图形 为y等于fx x等于a x等于b和y等于0 所为生的就是x坐标 那么 绕 这是绕x轴的 绕x轴的体积 那么绕y轴的体积 像这种情况下 绕y轴的体积 我们就在下一个 下一个视频来讲的 那种叫圆筒方 那这是绕x轴 那么绕x轴 而且y等于fx 简单的时候是y等于fx和绕x轴 那么的表达式都是关于x 那么如果图形 是x等于gy y y等于c和y等于d 还有就是x等于0 所为生的 而且是绕y轴 就是所有东西都是用y来表输的 那么它的体积是c 到d tai gy的平方 dy 完全同样的推导 完全同样的推导 它是这样子的东西 这是x等于gy 这是x等于gy 然后这是c 这是d 那么你这一块绕y轴旋转 那就得到 是这个样子的 那就得到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你在 你在这里切一片 这里切一片 那么 切一刀下来 再切一刀就成切了一片 那么它的半径是x πx平方 这是πx平方 然后再乘上dy 当然我们简单的说 简单的可以写成 这是c到d πx平方 dy 那么前面这个可以写成 这是 等于a到b 这是πy平方 dx 万一x的积分 那么就是照x轴旋转 照一步 这是 所以切片法 因为就没片 就是πr平方 啊 也是 这次对y积分 但是积分变量是x 这次照x轴旋转 对y积分 对x积分 积分变量是y 这次照y轴旋转 这是我们的切片法 那我们每一样举一个例子 我们求 有 曲线 我们看是 y等于根号x x等于0 x等于1 和y等于0 所围成的图形 应该这个可以不用写x等于0 y等于根号x x等于0 后x等于1和y等于0 围成的图形 绕 x轴旋转 x轴旋转 所以我都得提及 那我们看 这是y等于根号x 然后x等于1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直接解 就是v就是x是从0到1π y是y是刚号x的平方 fx就是刚号x平方 然后dx 然后dx 所以是从0到1π x dx是2 1π x 平方 0到1 所以是等于1π 那我们在1π 那我们再看 那我们求 有曲线 是 y y等于x的地方和y等于8x等于0围成的图形绕围组 绕y轴所得到的旋转体的体积 用它是绕y轴所以我们要关于y几分 因为我们现在切片法就是只得到这个 那么是y等于x立方 这是在这边 那么x等于0是y轴 还有y等于8 你只能维成这一部分它维不成 因为是这三条曲线 这是y等于0 y等于x立方和y等于8 这边是没有用的 所以它的区域是这一块 那么我们如果要绕y轴旋转 它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y轴旋转 那么我们就它的半径是x 半径是x 半径就是x 在认为y对应点那个半径都是x 所以我们要把x用y表示出来 y等于x立方 那么也就是说x等于三次根号y 所以它的体积是y从0到8π 然后三次根号y的平方 然后d y 所以是0到8π乘上y的三分之二次方 d y 那么等于π三分之二 那么就是三分之五 五分之三 五分之三 y的三分之五次方 0到8 那么带8进去 三次根号8是等于2 2的五次方是2的四次方 实力2的五次方32 所以是π乘上五分之九十六 所以是五分之九十六π 那我们再看几种情形 如果它是 如果是这种 这是fx 这是gx 这个图形是这样子 这是fx 这是gx 这个图形有 y等于fx y等于gx 然后是x等于a x等于b绕x轴 那么我们得到的这样的体积 它就是从a到b π fx的平方减去πgx的平方 相当于是 相当于是 我们这个 写个括号 相当于是 上面那个函数的绕x轴得出来的体积 减去下面这个绕x轴得出来的体积 那么第四种情况 就绕v轴 那么就是这种样子 这是cd 这是cd x等于 gx等于hy 这是x等于hy 这是x等于hy吧 这是x等于gy 和y等于c y等于d 绕v轴 那么我们得到的v是c到d 那么是πhy的平方减去这是gy的平方 然后dy 然后dy 这个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那我们同样的 我们把第一个例题改一改 就是y等于 根号x和 x等于1 y等于0 绕v轴旋转 我们就是上曲线 减下曲线或者前曲线减后曲线 我召唯一周旋转的旋转体积极 这个时候要尤其注意啊 它如果是出现是这种情况的话 它的区域的是这一块 这个体积一定不是这样子啊 一定不是 很多 很多人都是写上这次π y的 x就等于y平方嘛 y平方的平方dy 然后是从0到1 这个是错的 这个曲线 这个曲线虽然是y等于根号x 然后变成x是等于y的平方 那么你这样子计算出来的是哪一块呢 这样子计算出来的是这一块 是这一块 知道吗 那么这是相当于是x等于y平方是上曲线 你的半径是这一块的 你的半径 它的半径是这一块 因为你是πy平方嘛 所以πx的平方嘛 就是半径你当成是x 但是实际上 实际上它应该是要 实际上它应该要计算这一块 计算这一块 那么这个是你的 这是上曲 这是前面曲线 减去后面这个曲线绕出来的 它本身是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本身是这一块 是这样的一块东西 所以它的体积正确的方式是体积是等于 y是从0到1 那么上曲线是π 这个是x等于1 所以长度是乘上1的平方 这是1的平方 减去后面的曲线是x等于y平方 就是y的四次方 然后dy 所以是等于πy减去5分之1 πy的五次方从0到1 所以等于5分之4π 这个是有些要注意 它给你同一个图形 然后认为分别绕x轴和绕y轴旋转 所得的体积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尤其要注意 它的上曲线和下曲线是水 那这个立体 我们就讲到这 就是对于这个上曲线下曲线这种情况 我们就讲到这 对于 我们前面这种是绕x轴旋转的话 那你知道了 知道怎么算 自己去计算 就是要记着是这样子 用上曲线的平方减下曲线的平方 那有些同学也会记错 基成什么πfx减去gx整个的平方 然后这样子就记错了 因为我们是用外层的 外层绕出的体积 减去空心的部分 这个相当于是减去空心的部分 你减去的这个是空心部分绕出 就是中间空心部分的体积 实际上就是gx绕x轴旋转的出来的体积